这绝对是爱死基里艺术成分最高的一集 故事的主角是一名活了上千年的画家 他画出的壁画固然十分美丽 但奇怪的是画中央总会出现一块蓝色图形 美幅画的图形一直在变换形状也一直在变大 但蓝色的色调却一直未变 这成功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名流人士 画家叫奇马所以画被称之为奇马蓝 甚至连那些不懂艺术的人都赶来围观 直到这天奇马展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作品 一幅只有奇马蓝的壁画 所有人以为这就是奇马最优秀和极限的作品了 然而这才是真正的开始 没人知道奇马的艺术生涯是从画肖像开始的 但对奇马来说人体形态太局限了 只有宇宙才能满足他对深层意义的探索 于是他接受了最高科技的生物手术 这使他可以不用呼吸不用吃饭 他的皮肤被换成了加压聚合物 这使他可以在零下几十度的星球上观光 或者在高达几千度的岩浆里探索 于是奇马的作品也遍布了宇宙各个角落 太空中的陨石被喷上了蓝色涂装 甚至连星球都散发出蓝色的光芒 直到这天奇马邀请了一个女记者 来欣赏她的终结之作 一个贴着蓝色瓷砖的游泳池 女记者感到十分不解 奇马认真的说道 这座游泳池原本属于一个有才华的女人 她发明了几十种家用机器人 其中她最喜欢的是一个日夜坐着清理的小机器人 于是女人给她安装了一个视觉处理器 和一个能处理问题的大脑 她赋予了她能自主做出决定的能力 在女人死后她被传给了一个又一个主人 而她的功能和意识也在不断进步 直到变成了奇马 几天后奇马的终极作品即将开演 这里坐满了来自宇宙各地的艺术家或者权贵之人 空中悬停的数百架飞行器 奇马穿着红袍在聚光灯下登场 引发了全场的欢呼 接着奇马退去了红袍 优雅地扎进了蓝色的游泳池 在众人的震惊和不解中 她关闭了自己的高级大脑 这便是奇马最初始的形态 现在她在认真地清扫着蓝色的瓷砖 从最简单的事情中获取最愉悦的过程 这便是奇马蓝的最高境界 反扑归真